現在才知道 買個好險保證高 金美美 是 你知道台灣 當是民國一百年 因為意外事故死亡的人口 有六千七百個人 平均每一天都有十八個人 因為意外事故而死亡 而且在裡面的統計 真的非常可怕 從二十五歲到六十四歲 佔了將近百分之五十一點七 比例很高 而且因為意外的發生 就是常常都在 所以當你的人生 突然遇到這樣子的變化的時候 往往家裡如果他是經濟支柱 就沒有辦法承受 那就算他可能只是受傷住院 可是當他在接受醫療的這段期間 可能家裡也會變成沒有收入 對 所以當這樣子的狀況發生的時候 很有可能家裡就會陷入一種窘境 所以今天就要跟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一起來聊聊意外險 到底應該怎麼買 對 怎麼買才能夠把錢花在刀口上 而且真正買到的險 對你的意外是有幫助的 沒錯 先來歡迎這三位來賓 現在也都是家中身材工具 經濟砥柱 首先歡迎到的是Gigi 嗨 我就是因為發生過的原因 剛剛我運到一萬寫的時候 是有十八歲的被賣的 哇 好聰明喔 好 接下來歡迎德烈 哈囉 大家好 最後歡迎依依 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只要是講到保險 一定會請到兩位專家 第一個是我的好朋友 俊宏 大家好 是帶蘋果給大家吃 哇 蘋果現在很夯欸 對啊 蘋果現在夯得很 但是他最近又不出貨了 真的 現在是怎樣 所以要帶蘋果給大家看 我們最近談到很多什麼 保險啦 收支管理啦 或智障 講那麼 到底在整個財務規劃 扮演什麼角色 其實做的這些事 無非就是希望自己過關的 過什麼關啦 要嘛真的買房子啦 或有生小孩的教育費啦 或者退休啦 其他的目標啦 或者買車子啦 一定都有固定的目標的 可是這目標 大家會覺得要用錢 可是忽略了一件事情 錢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取得 所以基本上 一定要從三個地方 開始來下手了 第一個 對 信用管理就是財務管理 是 更重要的就是 風險管理 這就是我們今天 待會兒要談到的說的 風險管理就包含 什麼保險的東西 其實在國內的車禍造勢死亡率 非常的高 大部分都是站在第一名 車禍 對 而且因為這種車禍來講 不管是造勢者 對 被害者來講 對他的家庭 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沒錯 最近還有一個不幸的消息 我們看到苗栗縣 有一個男人 有一個男子呢 他因為造勢 他本身是造勢者 結果對方 那他沒有辦法負 真的 結果一家四口 燒炭自殺 結果三個人不幸過世了 他們有買意外險嗎 理論上來講應該是沒有 不然的話也不用燒炭自殺 對啊 前幾年我們看到 我們的演藝界的大姐大 林美兆小姐 她也因為開車 結果跟一個摩托車的 一個料性的婦人 差狀 所以 那對林美兆小姐來講說 我負不起啊 對啊 不過這個案子現在還在 就是協調中啦 目前還在協調中啦 但是你遇到這樣的事情 不管是造勢的家庭 還是被害的家庭 都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沒錯 而且啊 講到這個車禍真的很可怕 因為前幾天的新聞嘛 就是香港有一個女歌手 也是才26歲 然後也是突然就是 回家的路上 還前幾個小時是在傳微博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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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次的照片 然後後來也是車禍 就不幸 對 就離開了 所以啊 其實這個車禍啊 的確是一個很難控制的狀況 對 因為有時候你自己很安全很小心 可是也許別人不小心 因為沒有狀態 對 所以這種狀況 有時候真的是很難保全喔 所以 像Gigi你常常 你有開車嗎 對不對 我有開車 而且我覺得我那次算還蠻幸運的耶 因為就是我是大白天 然後那時候是我買第一台車 然後就記得是一個平常的下午 然後就自己開車開開開 經過那個明泉跟建國那一段 然後剛好下橋 然後就在那邊等紅綠燈 然後好悠哉 外面太陽好好的天壯還打開 然後 喔 很棒 結果後來就突然磅撞上來一台車 後面來追撞 後面就有一台車追撞 然後後來我就當然第一個 就先下去檢查 然後叫我朋友幫我報警 窗戶打開來是兩個中年婦人 然後其實他們是酒駕 蛤 對 太陽還在日震當中 就酒駕 他就打算一起酒駕 而且我那時候一下車看到我的那個 那個後面的那個保險桿 我真的有點傻眼 因為他幫你掉下來 蛤 他就整個這樣掉下來 是 對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現在怎麼處理 他就說那我們先陪你錢 我就說可是我已經報警了 他就說沒關係 那我們先看怎麼聊什麼 我說沒有沒有 但我已經報警 然後後來也是就是 警察有來做筆錄啊 然後他就問我們 不知道私家合家或什麼的 然後後來 你那時候車子有保險嗎 我那時候車子是保全線 因為是新車 要不然像我後來的車子就沒有保了 但是那時候的賠償是怎麼樣賠的 那時候賠償他就是看實際產生的費用 然後我記得他們賠了六千多塊 然後保險賠了我七千多塊 喔 所以還好你有保全線 還好我有保全線那時候 那德烈說你之前也有發生過 因為我的車現在已經十年了 可是我還是保全線 蛤 還是全線 因為我這兩次經驗就 借我一下 我的車是這樣開 然後另外一台車是這樣開 那個時候是天雨路滑 然後就這樣 撞到 然後那個車這樣 哇 他真的好拍電影喔 他拍電影喔 我沒拍 這台車在拍電影 因為天雨路滑 然後時速其實真的沒有很快 你們是沒看到對方是不是 好可怕喔 因為真的 其實大家都在趕時間 因為對方那台車是貨車 是快遞的那種貨車 所以蠻大的 他能夠這樣打滑 我也蠻佩服他的 而且也沒看 因為重力加速度 我看到他的時候 看到這個畫面 哇賽 那你有沒有嚇壞 我沒有嚇到 可是我的助理 因為那時候我趕工作 然後我的助理是傻人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好你冷靜一點 不要緊張 然後就下車 還先安撫旁邊 因為他撒他這樣 男生還是女生 嚇到了 他真的嚇到 讓他冷靜一點不要緊張 我就開始下車打電話 不好意思警察 警察我這邊怎麼樣 就開始報案 因為一定要處理 然後再來就是 看對方有沒有怎麼樣 然後我有沒有怎麼樣 人有沒有受傷 人有沒有受傷 因為這蠻重要的 然後再來就等警察來 等警察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這時候就覺得說警察蠻好的 因為他畫完到那個 事故圖 然後交代完筆錄之後簽名 簽完名之後 我就問他說警察先生 那你覺得 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他就說 我說有我有保險 叫你的保險員來 我說喔 好像打電話拿電話 是不是 對不起我這邊怎麼樣 趕快過來好不好 保險員就來了 他就說 你錯比較大 蛤 你怎麼知道 哇賽 哇賽人家這樣子 我沒打花 我就錯比較大 他說沒有 陳先生 你的路線 是停 因為都是巷口 我的是停 對方是慢 那我哪知道 我是在停還是慢 我也不知道喔 他的巷子比較小 路線我看到路線 他的巷子比較小 對方的巷子比較大 這個是路權的問題 所以我很感謝 我第一很感謝是警察先生 告訴我 趕快叫保險員過來 接下來他處理 對 就交給他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後來賠償就是 我的車子全賠 對方車子也全賠 保險公司 是你的公司全賠 我的保險公司全賠 那你很划算耶 講兩萬多 後來賠多少 可是看我 我講我快十年了耶 第二次是怎樣 第二次就是我停在停車格裡面 一樣在載車 然後那個時候是下班時間 所以他是兩線道 車子公車很多 摩托車也很多 我一看 你在停車格 我已經停在停車格 我要下車 後照鏡看一下 照鏡看一下 好都沒有車 就趕快開車門 對 一台摩托車就這樣子 砰 常常會發生 撞到我的車門 撞到車門 那就是誰錯 這是你的錯 你的錯 這是你的到車 我還會覺得這是你的錯 但我慢慢講來 因為這個就像拍電影一樣了 是 是 真的 我很認真 都撞到我車門之後呢 摩托車就滑出去正常 人這樣子 前空斑耶 哇 人成功嗎 我小姐還有一次 很可怕喔 那個人有沒有怎樣 又是拍電影 我人沒有怎麼樣 我不是問你啦 我說對話有沒有怎樣 我第一句話也是問 先生你有沒有怎麼樣 還好 還能回答OK 我就說 我說你要不要喝飲料 我買點飲料給你 什麼啊 你要送販托車 當然當然 我一邊講一邊打電話 報警然後叫救護車 是 後來就是也陪他去醫院 陪他去醫院的時候 護士小姐就帶他去照那個S光 然後 他就說他痛喔 就照S光 然後出來 出來之後呢 護士小姐說 我看骨頭是沒有事情的 那還好 就看你們要不要去休息怎麼樣 就回家休息 然後那個 那個人的他就說 可是我還有點痛耶 我想照 這四個字 為什麼 核子共振 感覺比較嚴重 骨頭 對不起 我看到的是真的 就是骨頭 沒有跑出來 沒有 就像頭筆那樣子 阿西里之間也沒有斷 然後 你看得到阿西里之間 皮膚 真的有紅腫 但沒流血 這案情真的太不單純了 我說大哥 你冷靜一點 我覺得 可不可以想要做身體健康檢查 我覺得 我覺得會賠償 我覺得會負責到底 但是我現在趕通告 我留我家裡面 所有電話給你 你看怎麼樣跟我說 好然後他就是又照了核子共振 隔幾天啊 然後照核子共振 然後又照 那個 超音波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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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喔好好好 隔了差不多十天後 他說打電話來了 我就定時有按他 問他說 關心他有沒有怎麼樣 他說陳先生 你看你要不要跟你的朋友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 商量什麼 對啊 有沒有跟你家人商量一下 商量什麼啊 商量什麼 就這個 看這個 要怎麼賠償 賠償 我願意賠藥費沒有問題啊 說這我三個月不能工作 三個月不能工作 為什麼 他有沒有骨折 他說我是受傷啊 那你到底怎麼樣呢 說我一個月 我是業務人士 一個月四萬塊 然後加這個 業務獎金 不是 加班大概六萬多 然後我車子也十幾年 該換官你什麼事啊 然後 講到後來 講到後來 講到這裡 案情不單純 這不是一次電話當中完成的 只是我把它濃縮 然後我家裡面 父親也生病 有沒有跟你說他要結婚了 順便一起算 因為他有受傷 對 他可以告過失傷害 這是真的 因為我被告 過失傷害 他紅腫也可以告過失傷害 有受傷就可以 對 我當下看到他真的紅腫 然後他造的一些東西 也有造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就決定願意負責到底 林林總總加一加 差不多二十多萬 保險願意付這個 因為他醫藥費啊 然後他有一些 有單據 有單據的東西 所以連他收入沒有收入也賠 那個應該就他個人 那個本來就應該賠 這本來要賠的 他有權利 他有權利 這是他 我知道他有權利 我是說保險公司也給付這個部分 還是說他必須也跑到這個項目 你說保險公司只有給付一半嗎 對 有付一半啊 另外一半是我個人 因為就是買的 金額的多少而已 像我很好打發耶 我也是 也是被朋友在啊 他就是門突然一開 我是整個人被門打出去 然後飛起來翻了兩圈 然後落地 然後腦震盪送到醫院 你也拍過電影 所以我這邊水是開的啊 那你真的可以 什麼意思 就是我 就是也是落地飛起來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在醫院 然後我腦震盪住院 住了幾天 我告訴你 下次跟他行事 行事夾在你身上 我不知道這個是 但他就是只是你賠了醫藥費 是 你沒有再把一些 其他的損失求長 對 沒有 對 可以這樣子喔 那依依你是有在買車 有幫車子保險 對 其實我後來買一台 比較好一點的車 因為那個車子基本上 就是還蠻軌 我一次付現就兩百多萬 對 所以我會幫他保比較好的險 光來車子第一年就要保到 七萬多塊錢 因為我保了三種險 第一個就是 車體 車體說就是賠償我的 還賠償對方的 但是這只有車 對 第二個就是什麼 除了政府那種強制險 我還保我車上所有的人 不管他受傷 還有他的財損 然後還有對方的 全部的人的車 那個人 很重要 對 所以能加強的十個人 所有的事情都一起算 第三個就是 因為我們擔心車子被偷啊 零件什麼什麼的 對 所以就等於是 一年要繳七萬多啊 對 然後第二年如果你都沒有出險 他慢慢幫你把那個 危險的那種指數啊 負一負二這樣 所以他慢慢比較便宜 因為你可能就變六萬啊 五萬四萬三萬 我的保障蠻高的 我的每一個事故是 最高是三千萬 每一個事故單一事故 總上限 三千 包括人跟財好像 然後人的話是 每一個人是三百萬 是 那你車子有被 有發生過事故嗎 有 我沒有去撞人家 可是人家會來撞我 而且都是我 趁我不在的時候 蛤 你不在的時候怎麼撞 就車子明明 停好好到那邊 喔 停車 他就會來撞我 有一次就是去那個 三重一個朋友家 一個男女朋友 去他家就是想 喝咖啡吃東西晚上 然後順便再打個麻將 我們就停在他家 樓下有個那種 三角公園 你知道公園裡頭 不是有人運動 然後一整圈都是停車隔 市政府的 停滿滿的 對 然後那個可能就有巷到這樣 我們就先上去 吃東西 打麻將打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女朋友居然就吵架 就為了一天天那種 怎麼算錢的方式就吵架 我後來覺得 算了好尷尬 我回去好了 所以他們兩個就下來 陪我去拿車子 那時候就比較 已經有點晚了 11點多了 那我一過就是 下來的時候比較暗 然後就去拿車 他男朋友走比較外面 他女朋友在這 然後那邊已經有先看到 他整個臉就嚇傻 然後他就說 茵茵 那個是你的車嗎 就整個看到鬼 然後我現在 欸 什麼意思 我說 欸 是啊 然後咧 後來越走近的時候 越發現不對勁 因為我的車頭全毀 蛤 我只是上去 吃個東西 喝個咖啡 我車頭全毀 然後就是報價 報50萬 送休50萬 聽到路邊怎麼會 撞這麼嚴重 而且要非常嚴重 要上手術台 哇 這個很嚴重 對 它整個歪掉水箱 或什麼引擎 我整個大的引擎蓋錯了 而且撞成這樣 另外撞你的那台車 應該也很嚴重才對 我現在也沒什麼事 我再配不太常比我好 怎麼可能 那車是那種就是 20年的老車 然後聽說它的產值 是5萬塊的車子 哇 所以 後來有專家講說 因為它撞到的那個 碰撞的角度的關係 點的問題 對 那個點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的時候 公園都沒有人 到底誰撞 然後整個車可以爛成這樣 對啊 那還好就有一個歐巴桑 就跑過來講說 喔 我跟你說 警察一直在找 你都找不到 因為我剛才打麻將說 別拍白啦 哈哈 他說剛剛好多警察 然後全部圍在那邊 因為被抓到那個當事人 然後被抓到警察局去 然後因為那邊 已經抓到了 因為公園晚上很多人在運動 所以當場看到 碰好大一聲 對方啊 後來就是因為 他是個維修的 車技師傅啊 我本來是想說送進原廠 但是他送到經銷商場 我就還蠻生氣 他居然去跟經銷商場 殺價 從50萬 殺到30幾 後來變殺到20幾 好像要成交 我就很生氣 我趕快就請保險公司出來 他幫我就是代位求差 然後就是 因為通常原廠是只有換 他不會幫你修 所以他才會 價錢我差這麼多 然後就連律師也出來 後來上東征新聞 因為就整個有點糾紛了 後來我就全部都交給 保險公司跟律師 然後就三方見證 然後親切決定 經濟的人生驚險不斷 買對意外險超重要 我記得我那時候 為什麼會想要買保險 是因為我有一次就是 邊看書 然後吃聖女番茄 就是那一顆 因為我整個噎到了 然後我不能呼吸 而且都會噎到 吃小聖女番茄 我連吃玉米都會卡在鼻子 很容易 這個人好需要意外險喔 對 是不是